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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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前面這部懷疑是電動單車 先不說本身電動單車是犯法 還要載著小孩一載載了三個 不知道還以為在玩雜耍 這樣好危險的 星期五在網上封傳這段片段 一個女人開著懷疑是電動單車 在天水圍天瑞路近天華村對開椅燈位 當時車上載著三個男女幽童 其中有兩個就站在女人前面的車頭腳踏位 另外有個女童坐在車尾 還抱著一大袋東西 整架車迫爆插針都插不進 之後這架電動單車慢慢橫過行人斑馬線 當時路上仍然都是車來車往真的很危險 片段曝光後被網民罵爆 說見到這樣應該立即報警 說這樣做是嚴重危害行人和所有司機 其實這種情況都不是第一次 就在今個月中 一個女人開著懷疑電動單車 載著兩個男女幽童 在上水青曉路行人路上行駛 有關一個小孩網上流傳 兩天後 警方就在上水區拉了一個本地女子 她涉完無牌駕駛 駕駛未獲發牌照的車輛 駕駛時無第三者保險 在行人路上駕駛電單車 駕駛電單車時無戴上認可防護頭盔 在乘客沒有戴上認可防護頭盔時駕駛電單車 以及電單車運載不足八歲的兒童乘客 一共測項罪名 至於今次片中的女士 不知道被人捉到又會怎樣 人生每一個片像都有元氣陪伴 Lift the Genki Life 元氣壽司 攝市的寶馬私家車 慘了上行人路 但司機失蹤了 車內的安全器袋也彈了出來 在星期五凌晨三點幾 一架私家車撞了上去 尼登道和家事居道交界的行人路 撞爛了一道鐵欄 停在兩支交通登署之間 駕車輕微損毀 警方到場調查發現地面有胎痕 相信攝市的寶馬當時沿著尼登道不行 又轉入家事居道時失控產上行人路 正調查車禍成恩和追查司機的下落 受傷的內地南船員由消防員 將他抬上滅火輪碼頭 他的工友在旁邊協助警方調查 在星期四晚上11點幾 一個男船員在一架停泊在長輝路 38號對出的貨船工作 懷疑站在貨櫃上操作俗稱 菠蘿頭的貨櫃固固定裝置時 失足在9米高的位置跌下來 他腳部骨折頭部受傷 清醒送院治理 救護員接報道場在陸上上船 協助傷者處理傷勢 警方正調查意外起因 到最多一層階級禍 寫的禾業 到最多一層階級禍 一層階級禍 突破一閃 到最多一層階級禍 我站在這個位置 看到他在這兒 就給我 那我就出來 沙田水泉澳廣場星期三發生斬人案 綽號沙膽的黃先生 是其中一個在事件發生不久 就勇敢挺身而出的人 整個窩蜂在我後面 因為我握著把梯牌不會衝過去 整個窩蜂在我後面就按住他 他是不是企圖想開門離開 我撞 他心一撞出去 他揮兩刀的你們就散了 黃先生是的士司機 事發的時候正和老婆在攝氏的快餐店吃晚飯 黃太深知道丈夫的個性 不僅沒有阻止他 還叫丈夫出去看看 不過面對眼前的場面 無論怎樣沙膽都會擔心 這次事件 一班水泉澳的街坊發揮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成功阻止了慘劇的發生 作為的士司機 黃先生知道當前業界屢受批評 他都很希望大家能夠互相體諒做好自己 牽涉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英國國安法案件 在倫敦時間5月24日早上10點3 即是香港時間下午5點3 在英國中央刑事法院聆訊 兩個被告 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員重標 逆音叫韋智良的機場特警Peter White出庭應訊 案件原本的第三個被告 英國內政部移民執法調查專員Matthew Tricket 5月19日被發現服侍在公園 死因不明 警方正在調查原因 由於他已經死亡 控方就說對他的起訴不會繼續 庭內也沒有再討論Tricket的死亡 怎樣看Matthew死亡? 怎樣看Matthew死亡? 怎樣看? 難不擔心自己人身安全? 怎樣看案件發展? 開庭後 袁松彪、韋智良向法官讀出自己名 今日的聆訊主要是確認審訊日期 10月25日將會在中央刑事法院再訊 案件就排期在2025年2月10日 在京士頓皇家法院正式開審 預計審訊5個星期 控罪就說被告涉嫌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 協助外國情報機構 收集情報、監視和欺詐行為 也試圖強行闖入民居 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副署長王凱寧 助理署長胡文康也有去旁聽 但他們未能透過正門進入 只能透過公眾席排隊入法庭 馬路如虎口 路面的情況真是千奇百怪 你又怎想到 開開車會遇到垃圾山呢? 真是很誇張啊 讀者提供的影片是在星期五上午7時半左右 長沙環泥堡路左轉去連長到途中拍攝 可以見到快線有延綿近50米的垃圾等雜物擋住條路 在上午11點左右 警方在長封路 等食環處清潔工人清理垃圾 工人就用夾斗車把垃圾夾走之後 再用水洗地清理 而警方就說 原來早在凌晨近4點 已經有駕駛人士報案 指尚指有垃圾丟在行車路上面 令到車輛難以通過 至於垃圾到底從哪裡來 就仍然有待了解 五百年一遇的極端天氣近日出現 渠武署星期四舉行防洪策略記者會 渠武署處長說 今年預測的降雨量在正常範圍之內 但渠武署已經將防洪的標準 升到更加高的水平 在今年的3月已經更新了我們的搜查 這個參數已經考慮了去年9月7日 當時的特大暴雨實則綠島的降雨量 而去做一個上調 所以現在我們搜查中的 上調了的設計雨量參數 足以抵禦接下來的惡劣天氣 他又說緊急應變隊伍已經增加到160隊 期望在2小時內可以解決水浸 在現有的渠武設施加設應急運作基地 令到全港的應急基地的數目 會由過往的13個增加至超過30個 以支援緊急應變隊伍的行動工作 我們希望做到在暴雨期間和過後 我們的緊急應變隊伍在可行情況之下 能夠以最短的時間做出部署 到達水浸現場處理水浸事故 令到社會可以盡快回復正常的運作 另外 渠武署將會在觀塘區上、中、下游 興建四缸一湖一河的速洪設備 即是四個速洪池、一個速洪湖和翠平河 除了在暴雨期間即時疏到雨水 渠武署未來會再有7項速水池工程 也都會運用智能科技 例如是清淤機械人 不倒翁的球營地下管道監測機械人等等 期望可以多管齊下 令香港成為暗性防洪的城市 國家的航天員 香港人相信都已經對他們很熟悉 不過快有可能出現港產的航天員 一位看起來細細粒的女士 是來自警隊的總督察黎嘉盈 她本身任職警隊的特殊部門 本身擁有博士學位 轉場是資訊科技和電腦範疇 消息就說她很有可能入選港澳地區選拔的載河專家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日前就已經說 有信心香港至少有一個人入選 但當時她就沒有透露入選的人身份 而當初香港就有大約40人進入初選 其中有十多人進入複選 最終就有多過一個人進入定選 孫東早前就說 最終的選拔結果預料很快有公佈 由去年開始 整個載河專家選拔過程都非常保密 特首李家超去年6月 在禮賓府和當時準備前往北京 參與複選的香港候選人會面的時候 發布的相片就好像倒神 只是得候選人的背面 不過就能夠從背影分辨到有不少女性的身影 眼前的BB從出生開始一直活在無聲音的世界 媽媽的聲音是怎樣從未聽過直至 BB是一位遼寧瀋陽的聽障BB 內媒報導她近日第一次帶上人工耳鍋 人生中第一次聽到媽媽叫兒子 BB眼仔滴滴聽了兩聲之後 就伏在爸爸身上哭起來 不僅BB哭 很多網友聲稱看過條片之後 都感動到哭了一份